9個月 歡迎大家回到第二節的講萬咬債幫 上一節我們是不是講了好少東西 西柔講了古惑仔 還有古惑仔專欄加價的問題 我們沒有講古惑仔的故事 其實我想說古惑仔除了加價之外 他有講周邊但其實牛佬也有很多東西 周邊最新是一個電影 是不是算周邊的電影 都算 這個叫什麼 跟大陸合作合拍的古惑仔新一輯電影 好像全家找曉明大哥來做陳豪南 不是合拍吧 合拍 合拍 大陸資金 大陸資金一定是合拍的 可能是大陸的 老實說如果他找到曉明大哥來做的話 其實就很難不是合拍片來的 因為說真的你只是東南亞票房 我也很難相信會收回成本 所以就 阿子平有什麼意見呢 對曉明大哥參與這個古惑仔 這件事 就是傳聞 我其實對曉明的印象很模糊 很難給到的意見 很棒 今天結婚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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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重要 我覺得到時候Andrea baby做小小的就很棒 為什麼 因為不太小小 因為不知道 總之是 那些叫什麼 螢幕情侶和真實的情侶 你看著他們在銀幕上打車 無奇壯觀 到時候那個票房一定是 至少他們兩方 大家的粉絲都會先捧場 我沒有什麼期望 我覺得加了大陸的元素 或者大陸資金 但是他之前才說原班人馬 原班人馬就是期待的 我想很難原班人馬 都未必有肯和他拍 陳小春都變成了愛國政協 不關事 還要很責怪自己說 當年拍古惑仔 教壞人 你知道嗎 那些是 那些正氣的說話 那些不是 不是真 你又知道他不是真心 那些什麼 那個來源是誠意的 都市傳聞 對 類似是這樣的 但是 如果你要去拍攝 沒什麼所謂的 大陸資金 請維州政協拍攝 叫做生雞 做老本行 沒什麼所謂的 慢慢的 好像他這樣說 你猜不到 找應彩兒做丁瑤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因為有一個問題 大家知道如果真的行拍片 以我理解大陸的規定 你要有某個人數的 百分之內地演員去參演 其實你想一下 如果古惑仔找回原班人馬 我當是找回那五個 鄭伊健 陳兆春 前家樂 林曉峰 還有朱永堂 朱永堂 其實你已經佔了很大幅 大家都知道合拍片的習慣是什麼 香港男演員再加一些內地女演員 大多數都是韓國 小小粒 其實上一次江湖新世代的小小粒 都是大陸演員 但他好像不合拍片 那時候黃晶聲稱是本地片 他打算鋪路 他應該第二集 如果能開成第二集 就是合拍片 因為那個小粒出了一鏡 臨尾最出了一鏡 那個是大陸的比較新的演員 所以我想如果你用所謂原班人馬 原班人馬 即是有幾個主角的話 你拍合拍片是有難度的 但他說是延續的故事 如果你不找回那群人 延續經典而已 我又沒有叫延續的故事 他不是說延續的故事 有些文字是見過他想延續的 我看《明報》的影片訪問 牛佬是自己說的 就是牛佬和那個製造人 我忘記叫什麼 不知國什麼 我堅持不道歉 我堅持不道歉 是說將會延續下去 即將會被視為第七集 當然到時的計劃 是另一件事 至少現在出來的消息資料 是說將會延續的故事 原班人可能找不回也未定 但其實《古惑仔》的故事本身 其實那個香港味道比較重 原生來說 但你如果看到一群廣東話 都說不正的配音 配進去 配音 他說這個《古惑仔》是跟大陸的一群人打上來的 江湖巨人排名戰 整個 整輯故事都是在福田 散頭福田 不是福田 保安 總之是深圳那頭打 整場都是在裡面打的 即是說香港《古惑仔》做大陸《古惑仔》這樣的黑拍片 不是 江湖巨人排名戰 江湖巨人排名戰 就是他們一群人打架 打擂台 但我意思是會不會電影拍起來 就是製造一個這樣 他們另一群人打起來 會不會簡單一點 其實我想 我如果這台拍片 我最擔心的是 因為大家明白 我不知道他們 是不是上面有人 你知道上面有人很重要 當然有啦 上面有人到什麼程度 因為大家都知道內地的影檢 首先一定要邪不難勝正 所以很多所謂的黑警情節 或者挖者情節 最後都會變成主角的臥底 人一定要被人抓 我不知道他們可以怎樣編 會不會整個鴻兄 無論是陳浩南 山雞 那些全部都是警察臥底 只是冬天那些人 其實我可以聽回我們有一集 講過《古惑仔》的電影 是講過其中有一集 我不記得是哪集 你上YouTube 搜尋《古惑仔》 在我們動物電台的頻道上 搜尋《古惑仔》 就應該找到那一集 你聽回就知道了 你真是 嘩 這些高手 這樣都可以宣傳到 我們的YouTube頻道 果然是基哥 沒得頂 基哥這個 這個基哥 有不同的 有福祉 有肚腩很邪的那個 你不知道有沒有 對了 那一集我們講過 其中一集電影的《古惑仔》是 賣過回大陸的 所以其實大陸人是有看過《古惑仔》的 你不一定要賣過回大陸的 他們都有看的 他們有很多頻道看的 但另一件 合法地 在戲院裡看 那時候 尾簽《Sipper》沒有那麼多 香港的電影賣回大陸的 是沒有那麼多的 那時候是九幾年 那時候賣回大陸的 他唯一是要改了一鏡 和《古惑仔》一樣 改了最後的結局 就是陳浩南 是臥底 就是警察的臥底 最後怎樣贏了 就是他改了一鏡 就說最後我是警察 這樣 這樣就賣回大陸了 其實就差了一點點 那你會講過其實 共產黨員會簡單一點 呃 不用 這樣也不用講到這麼白 OK 就是改了一點點 其實已經可以 尤其是現在應該簽了《Sipper》 是更加 就是相對不需要改那麼多 是更加容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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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過腦骨 入到這個大陸 是啊 所以 但問題是 你接不接受到 找大陸演員做 陳浩南 但是其實他 現在都很明顯 他是針對內地市場去做 所以你說 由他到 идеレイ 也有些訪問講 其實會不會教壞孩子都能提起 那個官方的 大陸的那個餓人古是 surveyor子 不 ни styles 不來不去控制 其實小時候 まだ小時候 也聽過 這些的小孩子 已經不教的話都會不好 官方急速說 這次主要會講述 那個兄弟的熱脫情節 就不是講述 表以前壞 以前壞嗎 我最關心的是,我不知道是否真是中雪紛紛 現在的消息都亂了,滿天飛 我見過有一篇報道,他說這次是會採取喜劇的處理手法 上一集是喜劇來的 江湖生世代 江湖生世代就是? 江湖生世代 是大菠蘿仲謙那個 那是大菠蘿仲謙,還有打型生雞 大菠蘿仲謙 大菠蘿仲謙,不是大菠蘿仲謙 聽到我 你聽過嗎? 我想有趣的是,很多坊間或大陸政府都擔心是教壞小孩 我先撇開這件事是否正確 我先撇開這件事是否正確 現在閱兵不教壞小孩嗎? 不教壞,但問題是看觀點的角度 刺激了很多創意 有人把習近平說他欠霸氣,改了他做菲利 還有駕駛貨車 還有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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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但無論如何,我剛才聽阿基說會描寫熱脫兄弟情 其實當年古惑者被人救病的最厲害不是他講黑社會 而是他把這件事寫得很有型 大家都是兄弟,大家互相幫忙 其實如果你用這個角度去寫,都是會教壞小孩 叫白了孤雅仔,我記得是第3、第4集已經說過了 我覺得是昂貴的,因為本來這部影片都說 與成年人進場的那些,即是2B以上,2級以上 但如果你是這麼道德,要拿到這麼嚴 其實你這角度也是死的 是嗎?那我可以說多糟糕嗎? 不知道,本來你要去牽奏內地的那個 盜不一審查 我明白,要尋石,但是 盜不一審查 你拍攝後,你預計會變得有點不慮 我預計會有些不倫不慮,除非你找黃人大做編劇 你找黃人大做編劇就行了 但他收手也有大力 去到九牛角尖,你看到,去到九牛角尖了 不是,時間不是很多 我真的想問一個問題,其實拍攝這個會不會得罪古惑仔的Fans 不會 收拾大陸商人合作 不會 不會,怎會 人家的龍門和自己的龍門在兩個地方 你是不是要踢球的?那當然有兩個龍門 不是,我意思是人家的龍門就有這麼窄的,自己的龍門就有這麼闊的 不會飄的 那不就很容易被人射進自己的龍門 不要緊,會飄的 龍門會飄的 無論如何,可以說下一個 topic 終於可以說個故事了 故事其實就是... 抱歉,抱歉,抱歉,我們承接我們... 貼著阿基說了 是,我專門閘著他 我們之前說過,上一次說過加價的話題 我們有一個聽眾,Thomas Choi Thomas Choi,是嗎? 是嗎? 是嗎? 就是曼小姐 隨便吧 他說牛腦是會保持加價,18元,然後會加到20元 再之後可能會加到22元 如果他說想加出一個慣性來,然後加價呢 就沒有說不行的 但是呢,就要看這個供求定律 以及這個價格彈性的 飲飲食食不能避,但是紙本閱讀呢 紙本媒體呢 莫說說這幾年都凍結價錢,想加價 簡直是反其道而行 除非它本故事的價格彈性是很高的 雖然我最後一句是有點存疑 我不太明白他最後一句想說什麼 因為如果價格彈性是很高的 而它有加價的話,照計讀者的流失是會很多的 因為讀者對這個價格的 應該說價格彈性說的就是 如果很高的話 代表消費者對價錢是非常敏感的 那你加價應該是會走很多讀者的 所以我不太明白他最後一句 為什麼就是除非他本故事的價格彈性是很高 所以才加價 還是有... 我想他意思是加價的空間很大 不要緊,我們留下這位聽眾自己解釋 大家明白為什麼港漫的片劇經常被人救病 是你可以說故事的 不是不是不是,現在還說故事嗎? 先說下本書吧,下次再說吧 你最喜歡的火夢 你快說得精彩一點,我今晚說什麼女生 躺下睡覺 火夢就是由這個豬鵝幾世界進入去這個... 豬鵝幾三峽幾,然後是什麼幾話 還是豬鵝幾應該是最後一個 就是進入這個暴雨類動物稱霸地球 對呀,霸雷幾,對不起,不要緊 因為棋已經是果恐龍時代了 所以正式進入這個暴雨類動物稱霸地球的年代 就是那個冰河時期的 即是46億年傳說開始的那個時期 沒錯,絕了種 話說都是兩條線 秋哥是等不到八大將其他四個 但不要緊,他說他這幾天做過的 黑骨堂 火舞他終於找到 他之前看到隔著那間網看他像Batman的秋哥 然後走過去,原來他真的是Batman 不是,錯,他是Batman的 你看今期封面就知道 還是上一期封面,我忘記了 你看那期封面就知道 他是像天字錄的鐵木製 因為他是戴著那個,那頂是否狼帽 狼皮 這個明明是戰狼三八 就是整塊剝下來的狼皮 頭還是完整的 扎在這個... 這個就是Diablo德魯伊的造型 是嗎 不要緊 實在是... 有大菠蘿的肯定是Chal Diablo 實在是... 大菠蘿的肯定是Chal Diablo 不要弄你爛鏡 實在是太多記事感 其實今期神話在現的封面 但這個不是話題來的 記事感在這本書 是...什麼不是 神話造型的封面 其實...雖然大家經過寶坦 都能看到的 但是其實... 描述一下 有個狼 即是有個人披著一件白狼的皮 那個就是... 就是這個... 邱哥 老的那個 現在阿火沒有找的那個 雖然這個造型在書裡是沒有出現過的 對... 但是... 因為他書裡是說他的狼 是很... 很親近阿秋哥 即是說他們是... 上... 什麼... 即是阿火沒有找... 剛剛找到阿秋哥 你應該看這個畫面 馬寶路那個音樂 就在他家裡 是嗎 這個馬 即是說狼 即是說他們是... 剛剛找到阿秋哥 那一刻是... 那些狼是去... 即是怎樣 他們趕去哪裡 他們就是趕去找阿秋哥 馬寶路就是這樣 登登登... 登登登... 登登... 登登... 你不是星夏王 那就... 講他玩阿秋哥 那阿秋哥就... 即是阿火沒有很多事想跟他說 阿秋哥說 上期就說到歡迎你那裡 那裡 但其實他怎麼知道阿火沒有是誰呢 其實好笑的 阿火沒有來到 阿秋哥 你不要說話 先做好正經事 但阿秋哥 讓我先做好正經事 但其實... 阿... 葉之秋是應該不認識阿火沒有 他還沒見過火舞的 其實說這段對話是真的可以 不知道他是誰都可以說這段對話的 但這個問題是有人來找你 雖然... 很簡單 黑骨堂之前就說 秋哥死了 死了之後就是少年火舞 所以秋哥是還沒見過火舞的 正常來說 喂... 雖然我一看火舞這一身情形 都知道他是一個香港古學仔 就是阿秋哥都應該看得出來 但是... 你最少問一下人家叫什麼名字 他認得他條... 鏈子 嘛 但是你是不是都問一下什麼事 喂... 如果隨時在說 喂...不是喔 黑骨堂現在輪姦你的兒子 那你是不是都會說 江湖是江湖 是啊... 是啊... 火舞告訴你 喂...你兒子就... 他還沒說完的 他還沒說完的 是啊... 不知道就什麼 但阿秋哥都是說 都跟他說 這個是... 這個是定律來的 OK... 這個是... 覺得自然呢 如果... 不是... 他有介紹自己的 他說我叫火舞 是黑骨堂的門生 他有說話 我糾正一下 不是... 但是他見完之後 坐下來才有說 是嗎 就是容許他有機會閒討 隨便吧 其實他說他去到那個地方 是很多時間的 就是阿秋哥 終於就是說 之前找到秋哥 之前不是說到 追到阿秋哥去一個 北海道那個 薰衣草田那裡 是啊... 就說阿秋哥來到 秋哥突然停下來 就說歡迎你 這樣 我們就說到那裡 其實是上個禮拜 來的 上期來的 那今期就說 歡迎你之後 就帶他遊覽 就是帶他... 老秋就帶火舞回家 遊覽他的... 喂...老實 那個... 那個莊園啊 那個 content farm 因為他像是美國的有錢人 因為你知道美國的有錢人 是不單是買一間house 他是買了他旁邊的那些 即是做紅酒那些 森林馬 農莊 我叫你 葉芝粗 扑你街 首先他很有趣 他說他要耕田 他就耕快是井田 以我僅有的... 井... 梯田 以我僅有的耕作知識 你要做梯田是因為你不夠平地 那是沒問題的 你應該說開墾田 本身就是要在山坡上 沒錯 批平... 即是剷平... 一層一層剷平了山坡 之後就會形成一個... 一級一級的梯田 所以呢... 所以... 應該是用在多數沒什麼平地的地方 那是不重要的 香港 例如... 之後有阿秋哥耕田 就去他的農場 扑你街他的農場 很大 有西牛 我看到 不是西牛 就是... 很大隻雞 你見到 不是... 因為他的圓形 有雞 有羊 有牛 那是平原 然後還有一個這麼大的湖 還要有綿羊 有山羊 真是離譜 然後... 你見到那些應該是度假 那種感覺 你會有一間度假屋 在那裡的感覺 那你幹什麼 那你幹什麼 幹什麼的梯田 那都有山的嘛 那叫什麼 蜜進其庸 那叫什麼 就是不要浪費了山坡 還有根據阿秋哥所說 就不是他養的 是動物自己來的 哈哈哈哈 要拿阿方舟 他是神來的 江湖之神 還有說起江湖之神很好笑 他在第二本書 即是火紅年代黑骨堂裡面 他會有火舞的預告 他是寫神一般的秋哥 那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不知為什麼 他可能是為了強調 多數是強調某個字 那個字的色號有點不同 他呢 就不是把整個神字改了色 他只是把神的邊改了色 那像哪些呢 像是小時候大家讀書看的 叫做應報仇的漢徒識字 那些做法 我覺得很有趣 我看到這裡 神呢 強調他神 但是為什麼只是那個報仇呢 因為那個報仇是神字報 那個讀字報應該 其實那個字都是解祭字 神有關的東西 強調吧 厲害吧 那為什麼不整個字都改了色 為什麼要改一半呢 那就令你注意到 型 設計是小鐵嗎 我是不認識 我也要承認 但是 不過算了 不要緊 你說回內容上面 說個故事 對 一般的秋哥 又有平原 又有山羊又有綿羊 又有成 然後就發覺原來 秋哥跟他的女兒小燕 在那裡過一天 又炒菜 又吃飯 因為他說他很緊要 吃飯 吃完飯呢 你還沒說過 重點是家屋自己建的 嘩 現在的家屋厲害了 家屋像是那些 那種感覺像是在美國那些 中西部那些 中西部 你是耕田的那些 如果大家有看到 《變形金家》最新一集 麥克華堡 還沒來香港之前 他住的那間大概是這樣的屋 你想想 在四川 你可以過著 是有美國 即是有個莊園的生活 你聽說 在四川 你可以享受溪田的耕種樂趣 梯田 梯田的耕種樂趣 轉身有一個 平原裏面 可以看到很多大的小動物 一個平原的農場 動物不用打理 他們只會打理自己 哈哈哈哈 一間屋你伸手起出來 用你自己的手起 但在那裡很像豪宅 不是豪宅 那種美國的豪宅 美國的豪宅 然後就 就這樣聊完 你知道什麼叫神嗎 然後他就 秋哥去斬柴 斬柴 然後火舞 吃煙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 那些動物開始有點暴躁 然後有兩隻馬 大千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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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買進去的 不是呀 那些動物看到他吃煙就走 然後火舞看到那隻貓很危險 就是怕被一隻動物撞死 他就撲出去救一隻貓 在這個時候兩隻馬衝過來 正常他應該死了 大家都知道 在武俠的世界 動物是很厲害的 然後秋哥證明他也是 越來越像美國 秋哥是一個西薄猴 西薄猴都是拿一個承索 多數是套一隻馬 秋哥是拿著兩個承索 一時間套著兩個承索 再拉平他 是 然後秋哥仍然是 什麼神經病 整圈 然後把他套在兩隻馬上 同時套在兩隻馬上 我怎麼看這幕都是那些 古代浩營的五馬分師 這幕最好笑的是 連六十的秋哥都還是這麼厲害 我跳 我喜歡這一幕 暴力王跟你蓬佩 不是也是這麼厲害 有多驚奇 我想說這一幕是兩馬分師 他真是跨業 你剛剪在中間 他真是可以分師 就是私書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關話 好明顯是兩格 連六十業之秋 一聲邀學 鼓足勁力 竟以雙臂力 制兩頭 對不起 竟以雙臂力制兩頭 合共三千磅的 狂衝野馬 能人所不能得 強橫氣魄 正正顯示心境如何改變 他營救是 戰無不勝 隻臭王 其實是否有與病呢 我不太明白 心境變法和這段有什麼 是否有與病呢 正正顯示心境如何改變 但是營救 如何改變 但是營救是 戰無不勝 即他意思是 無論如何改變 我也是如此厲害 意思是如此 那如何改變 心境改變了 但是實力沒有改變 我想他就想說這些 他高傲大雜心人口 我唯獨可以用這一句去形容 這個 現在這個 其實我想說 這個邱哥是好像 誰 Sean Connery 叫什麼 新康立理 那個造型 偉當是 老了 新康立理 然後再加 一頭白白的 飄逸的白色長髮 這個邱哥就是 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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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火舞 大家都被他一些 澎湃的中文感染 跟看月兵一樣 你明白 看月兵是什麼感受 你明白吧 我想知道誰看月兵 愛國倫 譚詠麟 很多人都有看 溫兆倫 譚詠麟 剛才我們提過 在江湖新世代 扮生雞 都很感動 特意拍一張照 放上去 我不知道是 大陸的 叫做 微博 這麼重要的問題 只要你逢生生雞 都是這樣 這個維州政協一個 做生雞 都是這些人 都是愛國分子 正 新的那套可以把它改回大陸 但真正故事的生雞 是台灣的幫主 讀蛇幫 不在台灣 他還是跟國民黨俗一些 這樣也是投共的 沒問題 有做生雞的潛質 現在國民黨都投共 都投共 沒問題 時間不多 是不是還有話要說 喂 那些花生不要說 月戰 你有沒有看過 大家 月戰大家可以說 我沒有看過 我看了少少 不如有 就是接著 集結號2 接著集結號1 那個故事 但他一講 就不是跟著 集結號1的後面 就是講回 為什麼會有這個 最大的敵人 這個叫做煉魔的出現 原來煉魔 就是 火星那裡 原先有一班 很 安居樂業 科技很高的居民 但突然間 有一個天狼星 的怪物 叫做天狼之手 就非常之大隻 好像 那些叫做什麼 進擊之巨人那樣 就是搗亂 打打殺殺 最後 火星的 大佬有個 類似市長 或是領導人 叫做火星王 火星王 用他的力量 打開了一個 類似黑洞 扯走了一個煉魔王 煉魔王 在這個時間 原本的煉魔王 不是煉魔王 而是天狼之手 但因為這個 這麼大的聲門 拉扯之下 就脫變成煉魔王 搞定了這些事情之後 其實火星已經 沒有了所有資源 唯有拿著飛船 飛船就用這個月球藝裝 去到地球的旁邊 就開始了人類的故事 就將一些 原人的基因 混合了火星人的基因 變成現在的人類 一 講回頭 上集講到 集結號的尾段 八大戰爭 就打贏了火之煉魔 那時候 武論天 每個人都應該拿到一些 叫做生命之書 的東西 那些生命之書 令到他拿到一些 新的武功 即是他們那些新書 但是武論天 就 武論天 不知道為什麼 他不可以吸收到 那些生命之書 為什麼呢 原來他就是 那個火星王 剛才開頭講故事 那個火星王 那兒子 在這個時候 他就打開了 去到月球 找他 老爸的一些記憶 突然間有個戰艦 升起 就找火星王出來 今期就講那麼多 其實整本書 那些故事 基本上都是龐白交代 即是 用畫面去交代 劇情 其實是多的 其實是多的 大到 我覺得大到的書 都多 多什麼 越順利用龐白講故事 是 整個故事 那些是插圖 那些不是漫畫 你說 讀的感覺 我又不會說 劈書 但是我覺得沒有什麼驚喜 實在是龐白多的 但是 如果是一個Pilot 即是那些叫什麼 先渡的 即是 怎樣說呢 渡入項目的 是的 他是一個 介紹世界觀那些 如果那個位子龐白多 基本上都可以接受到 大概跟乎整個旗 是的 但是 你先聽說一下 你只要不是太過長 即是那個部分 即是你不要整個旗 都是介紹世界觀 其實我覺得 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 其實今期 全期都是世界觀 因為 因為你集結號 我本身 集結號對我來說 是扣分的 因為本身 我很怕看到一些 說回自己的事情 即是自己發生的 身邊發生的故事 那些事情我是很怕的 雖然他都扭了一點點 好像叫扭了一點點 但是我很怕這些事情 但是他這個應該是 但是 習結號二 應該就 即是第一期 斷不止是那個模式 我覺得 可以接受的 雖然你 第一期剛才說的 他點是比較龐白 比較多 還有那些 東西比較淚嘴 不過他要表達的東西 都多 暫時都 我仍然是會買下一期 其實是四期 不如你 不知道是不是四期 是的 他說了四期 我仍然是 合同一起看會更開心 會更開心 對 那你把四期看完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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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還未看完 如果 我想 等下期再說 因為其實時間都差不多 即是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 所以 一期內容不多 就不常講習結號二的越戰 等下個星期 我們多一點點內容 至少都去到故事的50% 去到一半 即下期 才會再詳細講習結號二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為止 即是我們講晚的時段 稍後回來大家記得聽動漫廢物 是否要介紹一下動漫廢物 今晚動漫廢物是說的 超級冷門 高貧者87caucus 即是靠你 記得要聽動漫廢物 還有叫朋友聽YouTube的重溫 好 待會再見 拜拜